1952年 美國凡聖頓出現了不明飛行物的集中爆發 尤其是7月 似乎這些飛碟正在組團而來 當時進度了杜魯門總統 策略了專門的調查小組 最後的結果是敵對國家故意利用大量虛假的不明飛行物報告 陰謀美國來製造大規模的恐慌 而弗拉特5隻怪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嗨 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之前已經做了一期未知生物系列 今天是這個系列的第二期節目 喜歡的點個贊 不喜歡的請直接右上角 幹軍 歡迎光臨 1952年9月12日晚7點15分左右 埃德法弗雷特兩兄弟和他們的朋友Tommy 他們分別為13歲 12歲和10歲 正在學校的運動場上玩耍 突然看到一個明亮的燃燒物體發過天空 降落在本地農場附近的一個小山竿上 兄弟倆立刻跑到母親那裡 告訴他那個山竿上發生了奇怪的事 雖然對孩子們的認真態度感到半信半疑 但是他們的母親卡斯林 還是帶著他們和一條狗向著小山跑去 在小山上飄著像霧一樣的東西 上發著像是硫磺一樣的味道 這個氣味非常的令人噁心 難受 透過霧可以看到直徑約3米發著光的火球 在這個球體中還發出了噴噴噴的聲音 而且出現不規律的紅色脈動 漂浮在周圍的霧就是從那個球體的中心發出的 住人都驚呆了 突然大家感覺左邊的一棵樹那裡似乎有些動靜 在把手電照到那裡的時候 看到了這隻怪物 它的身高超過了3.5米 有一張紅色的臉 眼睛很大 會發出明亮的光束 就像一個很大的燈泡一樣 頭頂有一個黑桃一樣的尖銳凸起 下身穿著綠色的長袍 手臂很細 但不是很長 爪子看上去非常的接力 他們嚇得馬上逃跑 下山後分別給當地的警官和媒體打了電話 警方和記者很快徹查了事發地呼聲 仍然瀰漫著惡臭氣味的現場 發現了大片類似於髮型壓痕的草地 在這些雜草裡 發現了一些奇怪的油脂狀物質 其餘一無所迫 事後 在現場的這些人員 都感到自己的身體出現了一些健康上的問題 而在幾天後 那隻一起到過現場的狗也死去 事件後 在周圍的很多居民 都表示那時目擊到了一些神秘的觀點 根據這些目擊者的證言 當時有四到五架的飛行器在天空中 但是其中的兩架 似乎在空中發生了解體 他們從空中墜落了下來 另外兩架向著同樣的方向降落 當時的這件事引起了全美的轟動 被各種媒體報道 有很多人都說 佛星人來了 而作為目擊唯一成年人的卡斯林 也被無數次的採訪 在9月18日紐約的電視台節目中 還殺了電視台的事件的始末 但也有調查團體表示 其實並沒有飛碟出現 當時的燃燒物只是雨池而已 所謂三米高的宇宙人只是一個泛響物 這個事件已經過去了四年 卡斯林在報社的採訪中稱 那些採訪他的人 都扭曲了他想要告訴的內容 使他看起來像是某種生物 而實際上 他更認為那像是某種機器 或者火箭飛船之類的 事件發生了20多年後 卡斯林就此事發表了最後一次的公開聲明 親身自己確實看到了那些東西 然而不能肯定那究竟是什麼 關於外星生物的爭論 幾十年來一直沒有精斷過 而這個事件的真相也一直沒有結論 不過 當初發現這個生物的小鎮 卻成為了一個旅遊景點 甚至有專門的弗拉特五隻怪物博物館 這個故事充滿了許多看似可信的描述 不過也有防疫者認為 是貓頭鷹或者大規模歇斯底里產生的群放覺 你認為這個怪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其實這麼多年過去了 數真數假已經無關緊要 只是成為我們才一放後的談知 本期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 下期未知生物會是什麼呢 周邊信息等會發布在公眾號旺號旗上 當然也可以在那給我留言 拜拜 我們下期見